周晓涵养病人净水柱大呼!阴生鸡蛋急性肠胃炎! 周晓涵、曹燕豪担任日系药妆店一日店长活动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8年3月25日。 一人周晓涵、曹燕豪担,25日担任要装店一日店长,两人主演的电视剧《狮子王强大》刚播出完结片。 两人透露24日晚上一起到导演家观看结局,周晓涵自认对比钟瑶跟小月的吻戏吻到嘴巴打开,他们两人的吻戏相当保守。 谈到拍摄去世,周晓涵笑说自己第一场戏当病人,曹燕豪在一旁悲伤守候,没想到自己躺得太舒适,不仅睡着还打呼。 周晓涵透露。 周晓涵透露,先前帮代言的那衣品牌拍信录,忙过头忘记吃饭,买了生鸡蛋便当,一放四、五个小时,但因为太饿没注意放置的时间,一下子就吃掉了,结果隔天一早因为急性肠胃炎到医院报道。 周晓涵透露,当时的她不仅痛到直接跪在医院地板上,还遇到打针技术不太好的护士,针头在我手里转拉转。 周晓涵透露,想起那时的经验,她仍是鱼迹犹存。 周晓涵透露,最近看了钟瑶跟小月在三立姿的时代缠绵吻戏,太厉害了。 她觉得跟曹燕豪在剧中的吻戏真是太保守,对此,曹燕豪大笑回应,剧中角色毛起来亲也太怪了。